大家好 来到五间总结的环节 身边的嘉宾 继续有要财政圈研究部 高级分析员王伟豪Rafi Rafi 你好 你好 今天有很多业细公布 回顾他们的表现 先去看中国银行3988 公布中期业绩 半年顺利 按年升了1.1% 去到897亿元人民币 都叫做符合市场预期 不过股价暂时没有变动 跌2仙下来 中3.66元 其实看里面的数字 看到正息差 都是扩阔了4个点子 另外也看到 不良贷款率 其实上升了1% 这个表现 其实算不算大家都满意呢 如果以中行 简单来看 整体来看 都算符合大家预期 因为一来大数 都增长1.1% 就是顺利方面 其实跟之前很多大股股 都差不多 说变上第一点 即后回来 今天股价 不算特别有个移动 而以来 何时都说 看浪人除了看大股股价 留意几个重点 一来就是减值 捕皮方面 有没有上升趋势 性息差方面 能不能够阔阔 或者不能提款率 还有如假方面 究竟是双升 一定是双降 还是个比发展 这些等等来说 都要去看一看 以中刊来说 这次其实都符合大家的预期 无论是差 还是要符合预期 一来就差少说 大家预计了 捕皮减值或是上升 而今次也按年升成九成六 那么多 去到二百七十七亿 而另一边商 除了减值获备上升之外 另一边商 就是国内太宽率 还有预压方面 其实两者都会上升 这些是小小叫做恶化了的情况 但恶化的地步来说 又不算太过失控 也未必令大家太过紧张 所以本来说 今天回来 其实又不算太过差 而最一样就是正式差方面 整体来说 我去年底下升了四个点子 而特别当中的得益于 就是海外业务方面 因为始终中行比较多 而今次海外业务方面 那个正式差 以去年底下 是升了十二个点子 完全有它带动 所以这一刻来说 中行业绩出现之后 好和淡都有 变相对股价 就不算有太大的反应 所以比较短一点 只要能够仍然站在三五六楼上 我觉得暂时的走势上看 未有太大的变化出现了 好 然后再去跟进了 就是2318中国平安 都是公布了中期业绩 看回半年来说 顺利安年升了超过一成九 去到213亿元人民币 新业务价值 就录得一成六以上的升幅 业绩来说 都似乎表现比市场预期好 见到各个业务方面 表现都符合预期 有个升幅 会否今次这份业绩 都挺令人满意 见到业务强劲 再加上武力率和收入 都有提升的迹象 会否接下来 中国平安股价可以继续向上网 以平保来计 都觉得业绩是挺不错的 因为你看到 虽然旗下分了很多业务 有售检 产检 银行 或者信托产品等不同业务 其实以纪者来计 其实增长都平均的 你特别见到受险方面业务 其实它的增长亦是很明显的 无论以受险业的新业务价值 增长一成七左右 到117亿以上 内含值都是按年升得差不多一成 以受险业打资国内做得比较轻 特别国寿都会见到比较差的时候 但苹果都可以有这样的增长 其实只是这些数字来说 我觉得也算是挺不错的 而另一边来计算 可能大家留意到一点 就是上负能力充足率方面 无论受险方面就有一个上升 这完全得意回今年上半年回来 他们发了80亿的次级债 补充了这方面的比率 有些好现象 但可能大家另一边想问到的地方 就是以产险来计算 那个的上负能力充足率反而是按年有点小 那是否意味着差了或者恶化了呢 我觉得又未必是 因为其实今次都有一些一次性的影响性 因为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回来 平保就住他们受险方面的业务来说 都属回了20亿的次级债 变成少了20亿的 才令到产险的上负能力充足率有一个明显的回跌 而上我觉得就算升和跌怎样变得好 这刻都仍在100或者150流上的时候 我自己对后市有没有任何集资的风险 等你来说又不是太悲观 而且唯一那个你说的担心问题 就是它旗下平安银行的表现 因为其实增长是明显的 但平安银行的因素和刚才说中行差不多 就是那个撥秘都升得挺夸张 今次升了六倍又很多上来 这一点可能令到大家都对 其他银行的贷款资产质素 有点恶化现场有点忧虑 所以变上都是有好有不好 但整体来计我觉得好的因素是多于不好 所以我自己对苹果后市的看法来说 还是比较正面 但当然你看到国家就由7月中后段开始上来 急升完之后 今天就反而不能够再升 其实都很正常 所以一样我觉得只要短期 能够守住这下低位 挤近64元边的话 其实我觉得问题不是特别大 反而后市来计 我觉得慢慢有机会 从上分别70元左右的水位 现在就在做65.4 跌4毫子下来的 接着下来我们都再去跟进了另外一只 编号3888 就是金山软件 都是公布了中期业绩 不过这一只就似乎 就是一般的表现 第二季的顺利 按年都减少了1.9 去到1.18亿元的人民币 按季也都是跌了5.2 而上半年的盈利增长 就有个缩减在 是否也做得不太帅 接着走势又应该要怎样看呢 如果以金山软件来说 我相信未来还有下市的压力在 因为一来业绩就比较失望一点 第一季本身业绩已经差了 本身大家预计第二季 有没有叫做做方向好一点 可以令半年业绩好一点 但的确你看到昨天出的半年业绩来说 都令大家还是失望 特别刚才说第二季的表现 按年来说跌了9个顺利 按季来说更加大跌至5成 即第二季就比第一季更加差 有成倍又多 以表现来说 就真的比较是信息 而特别当中理解金山软件 始终很多都是除了本身的叫做WPS软件之外 更加来说看网络游戏的表现 而网络游戏表现 其实它在第二季方面都见不到太大起色 一来就收益方面 按季也只是轻轻增加大约4%左右 而另一边商 但反而它有很多游戏都是越南、东南亚地区受欢迎的 但这些特别越南方面 游戏玩家都跌得很厉害 那变相来说 连游戏玩的人数都下降的时候 整体的页部方面也有个安规度的跌势在这里 所以变相似乎整体业绩可以这样说 没有什么找到太多好的地方在这里 所以变相我觉得自然的股价要再下市的机会性仍然存在 而且回这一刻来计算 我觉得如果短期是$22这边 都真是叫做失手埋的话 要再试回今年低位$21.30的机会性 我相信还是比较大 最后再跟进另外一只1112合生园 都是公布了业绩 盈利增长放缓 急射超过1成2 半日来说都是跌8%下来 做34.1 这只中期只不过是赚3.12亿元人民币 收入增加是超过6% 这一只其实今天来说表现也不是那么好 跌了100%下来 这一只应该怎样去看呢 如果以这一只来计算 的确今天跌就完全业绩是比较失望一点 一来就这样说 如果放缓大家都可以叫做是预阻的 因为以今年回来 其实他们相关买配方奶粉的价格 其实是有个调整现象 特别就去年比法国外卫太贵 下调了价格 而另一边商定了一些政策之后 有些回赈计划出现了 原上另外的收入方面 即是毛利方面是一个损害 以至毛利率方面 今次下跌大家是预了的 但另一边商除了这些预阻之外 有些问题大家都觉得 不是太理想 一来就去年本身同期来计 有个一次性的罰款 就是反垄断的罰款 但今年回来没有了 但去年又今年没有了 但顺利方面也不能够叫有个明显增长的时候 这一点已经令到大家有个保留 而另一边商今年回来 最主要的问题是 融资成本方面都大增了五倍 再加上汇兌方面很多的亏损 所以以整体来计 合生云过业绩上的表现 的确令大家有些 不是太好的地方 所以变相今天跌下来 其实就着想难免 但当然 你说以价格来说 由之前70元高位 其实不断下来30多元这边位 到这刻来计 有没有机会再试底 走势上是有机会的 但不排除短期 可能去到30元左右 都有少许支持 会打一旦高一点 但我觉得这只股份 暂时基本面没有太大改善的时候 纵使落到低位也好 我都记得大家暂时的观望会会好一点 谢谢Rafi 亦见到恒指方面 五间收市了 报25124点 升1点 而国企指数跌54点 报11040点 带市成交半日到375亿多 谢谢Rafi 和你做新报 刚才提及过的 这么多股份 有没有拿着哪一只 都没有 谢谢Rafi 稍后回来 下午继续有直播环节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打电话来 2804-6566 下午再见